畫中世界是用來封印諸神所懼怕的事物 對神有害的事物一切都被封印在內 直至被世人遺忘 培爾加被視為神族的異端 普利希拉被視為諸神的禁忌 打造殺神武器的邪教愚准 亦都被封印在這個畫中世界裏面 這個畫中世界世世代代都有繪畫守護者守護著 但亦因為歲月流逝 他們亦都已經忘記了守護繪畫的原因 I will break the bonds that teen me to this blank reality WOAH So my destiny has been planted Nobody can predict what will happen I'll give my all to rise up against it The future that reflects in your eyes will 戰神被控制中啟朋友 I'll give my all to rise up against it 喊視乎清楚 Shine hiring 喊視乎清醒 喊視乎和彼阿 來不再犯視乎 心,喊視乎 С敲再ピ他們 עם 喊視乎 喊視乎 喊歓 喊歓 喊視乎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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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Dark Souls Remastered 版的第八集 今集將會去一個optional的地方 也會同時打開這個王城的真正面貌 出發之前讓大家看看 我們這個混沌武器 克拉格的魔劍 和我擁有的人性有什麼關係 人性和混沌武器的攻擊力關係 到底是怎樣呢? 我們剛才那把克拉格的魔劍 看火的那一行 255加37的攻擊力 如果我把我的人性 拍到十個 即是現在總共擁有十個人性 他的攻擊力也會隨之上升 就變成255加53 攻擊力了 所以呢 不論是克拉格的魔劍 或者我這招混沌大火球 所有混沌系的武器 都會隨著我提升 擁有的人性去提升 而十人性就是封訂的 你再加人性上去 都不會再有任何攻擊力的加性 那好吧 我們有六萬多靈魂 這裡升一升級 我就開始可以專注 升持久力和體力了 OK 那 搞定完 啊 先換一些咒術 首先這裡 記憶法術 我就不想再用大火球 就可以換成內在潛力 那內在潛力 我之前介紹過 是一招打Boss來講 非常之有用的一個 的咒術來的 如果你是有信心可以在短時間內 瘋狂輸出來傷害Boss的話 那內在潛力是一招非常之好的 速攻手段 那好吧 我們現在就會走去我們王城 攻略的一個地方 就是畫中世界 那去畫中世界的沿途 都跟大家反映 有觀眾留言 都很踴躍去講 就是在上一集很踴躍去討論 哈維爾 那一道 我上一集就說哈維爾 這個人 就有機會和郭溫 反目成仇 然後就拿邪教武器去試神試君 那我看到大家留言 就主要執著兩點問題 就是第一 哈維爾那件裝就和人分開了 所以覺得哈維爾其實不止一個人 另外 有人的觀點就是 由英文翻譯那裡 就覺得看到 英文呢 它那個形容哈維爾是用中數的 因為它是寫哈維爾 哈維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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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用 Warrior 而是加了一個S 就用中數 所以大家就會執著在這裡 覺得哈維爾是一個組織 而不是一個個人 那我自己是怎麼看呢 我就絕對反對這一種看法 那我也會說回我的觀點 來逐個擊破你們的東西 首先呢 這裡也看看哈維爾的大盾 先找一找 哈維爾大盾應該是最底的 哈維爾大盾說什麼呢 就是 沉重異常 不過防禦力非常好 但有哈維爾的魔力 和大龍亞 同為哈維爾 本人 遺留的聖物 那就是說哈維爾 不是一個組織 是寫明是本人 本人 不是本組織 你明白嗎 那如果哈維爾是組織的話 那換句話說 聖物這個定律就不成立了 它還要說到 大龍亞和哈維爾大盾 都是哈維爾本人 有些人留下的聖物 那如果哈維爾是一個組織 那就是說聖物有十幾件 那這個哈維爾又拿著大龍亞 那個又拿著大龍亞 那整個哈維爾都是拿著聖物到處走 如果你是 這樣想 哈維爾是一個組織的話 所以我就覺得 完全不成立 那這裡呢 有些拒話守護者 那我稍後也說一說他們的身世 其實他們的身世都很耐明 那你見到我現在已經非常輕鬆 用了哈拉格魔劍 根本上一刀一隻 打得很暢快 那我先說回哈維爾 一邊打 其實都是一刀一隻 很簡單 那呢 哈維爾那件裝備 是跟他的人分別在不同的地方 那大家就會執著一樣的就是 哈維爾運在塔底 但是呢 他的裝備就在 黃城裡找到 那好像有點矛盾 就是說 哈維爾本人也穿著裝備 運在塔底 那為什麼在黃城又會收到他的裝備呢 那會不會就是說哈維爾不只有一個人呢 那呢 其實 你們誤會了一樣的就是 這個呢 其實是Dark Souls 1 呢 經常都常見的毛病 來的 就是 我們今集也會有一個例子 就是 黃銅的防火女 就是守護著黃城的防火女的裝備 都是在暗月靈廟那裡才撿到他的裝備 但是他的真身呢 都是穿著黃銅的裝備 然後 我們 用雍斯坦來做例子 我們打完雍斯坦之後 他不會直接給你一件裝備 他的裝備 會在雍斯坦 死了之後 在雙人那裡買到 那難道黃銅防火女和雍斯坦又是同一個組織 又是一個組織 不是 所以 所以 其實 你拿裝備 即是你拿不同裝備的位置 來斷定哈維爾是一個人 一個組織 其實我覺得就有點牽強 好了 那 待會再說了 那這裡呢 你見到我們有幅畫 我們要進去畫中世界的 一個key item 就是要拿一個 人偶 就是一個詭異人偶 這個詭異人偶 這個詭異人偶 就是我們在Optional Boss 打狸群惡魔那一集 如果你不知道 就看回那一集 我們有了鬼異人偶 之後就可以觸摸 這幅畫 就去到 一個諸神禁忌之地 畫中世界 那有關畫中世界的東西 其實我都 真的擺了很多心機去 曾經分析過 畫中世界 我希望今集可以再跟大家 講一講有關畫中世界的東西 那其實都很容易明白 那我的focus回到哈維爾那裡 那 其實還有一個最有力的證據 在Dark Souls 3出現 嗯 好了 艾雷米亞斯的繪畫世界 那 一路走一路 講一下哈維爾 差一點點 最有力的證據 就是Dark Souls 3有一個弱勢 叫做金石之勢 金石之勢就是一個奇蹟 它的物品描述是說什麼呢 它就是說金石之勢有三個人 分別是太陽長男 翁斯坦和哈維爾 三個人 桃園結義 就好像關於劉比張飛一樣 喂 桃園結 桃園結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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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口吃 不好意思 桃園結義三兄弟 那如果翁斯坦 是一個組織的話 不是 翁斯坦是一個組織 哈維爾是一個組織的話 那就是 那就是說 不是三結義了 那就是說 如果你是拿張飛去做例子 那張飛是一個組織 那就不是桃園結義了 是整個組織去結拜 就變成黑社會結拜 就是說 你來自哪裡 我來自義和堂 那問張飛來自哪裡 我是來自哈維爾 整個組織去結拜 不會這樣的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 我自己覺得哈維爾 是不可能是一個組織 這裡我打得很大 另外再附加一件事 如果哈維爾真的是一個組織 那為什麼監視塔裡面 只是困住一隻哈維爾 而不是困住一群哈維爾 你要集中去困住一些人 你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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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是一個地方困住 一群人 而不是一個地方困住一群人 所以哈維爾 你看到很多證據都顯示 其實哈維爾 其實哈維爾 只是一個人 不是一群人 我自己的 想法就是這樣的 OK 那 好了 那這裡呢 你會看到有些 放猛毒的一些 怪物 一些猛毒怪物 好了 喂 哇 哇 糟糕 幸好幸好幸好 我只顧著說話太大意 這裡 完全沒有遺憾 有隻老鼠在旁邊 好了 那我可以focus回到畫中世界了 因為剛才 只顧著她說哈維爾 弄得我 人生氣 你說哈維爾是一個群組 其實我覺得很牽強 你要硬說 那這裡 而你要攻略這裡 我都要說 其實火焰武器 或者混沌武器 是攻略這個地方的一個 非常之有用的 item 因為剛才我們看到 有些 籠包的怪 哇 打完這裡 喂 怎樣啊 彈完刀沒有 草草地 喂 小兄弟不停彈刀 但是 要小心點打 因為我沒有用盾 因為呢 如果你不用 好 好 先下一下 這麼快 玩完 不是辦法 死了死人性 反正 那些人性 那些人性 遲早都要拍的了 那 不知道為什麼我打得很差 那 如果你不用 我混沌武器 或者火焰武器 去攻擊 這些怪物的話 你就會很容易中劇毒 那這裡有一塊東西 先打它 你是會很容易中劇毒 這些籠包 我看看會不會再遇到這些籠包 如果遇到的話 我再給大家看 為什麼 這麼硬煙 好了 剛才就說到 有這些籠包 我示範給大家看 等它會不會下去 先 它不下去 如果我不用火焰武器 假設我用回打刀去打的話 這些籠包是會 你下來吧 不如 它不肯下來 我作死你了 等等 我們怎樣過去找它 這邊跳過去 找到它 這邊跳過去 喂 又是地形問題 一邊打一邊說 剛才我們在門口看到有一堆 的繪花守護者 其實繪花守護者 他們一早已經忘記了自己 為什麼要守護衣服 這裡試一試 假設我用打刀 沒有帶火焰的武器 走到近身 讓它打兩件事 會中劇毒 它會釋放劇毒 在臨死那裡 所以其實 你用回帶火的武器去打 你就避免了這種劇毒的問題 當然 你可以殺了它之後 馬上向後退 就不會中劇毒 但是會麻煩很多 這個就是 這裡的攻略方法 我們繼續 向前走 繪花守護者 顧名思義就是 世世代代守護著 這些一掛一定要上來 才讓我打 就是世世代代守護著繪花的人 但是他們經歷了這麼多 之後 他們已經 忘記了什麼原因 要去守護著這幅畫 那 其實很簡單 整件事就是 好像你爸爸給了一粒寶玉 跟你說是家傳之寶 世代相傳 但是當你問你爸爸 為何 這粒是世代相傳 為何是家傳之寶 你爸爸 你爸爸也應該回答你的舊玉 到底有什麼意思 一樣道理 因為傳宗接待之後 以我傳我的東西 傳傳一下 就會忘記了 OK 這裡是非常容易打 這條 這條屍龍 就 去偶抱我們下去打 然後這裡 上回去 OK 上回來 一刀 對 嘔寶 OK 再上去 上去 上去 咬下面 就打上面 完全不需要害怕 OK 那 OK OK 因為現在沒有了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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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素屏 所以我打得很小心 好 OK 搞定 就是這樣 其實都 小心使得萬元船 整個 它說世界 因為我真的 為了分析裡面的東西 我那時候玩得很熟 所以就 這裡其實對於我來說 都沒有什麼問題 好了 那這裡會有個巴士 你會發現這條屍龍 剛才 它只是上半身走過來 那原來這條屍龍 一早已經斷開了一半 那這一半 這個位置 就是它屍龍的下半身 但是呢 你看到它斷開了 都仍然有那個 生命力 在這裡 但這裡其實是有個巴士 如果我們跳躍攻擊 它是會被我們強制打起 我不知道 為什麼去到remaster版 它都不去fix這個巴士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在這裡 下去 就直接去打boss 那這個是一個 speedrun的方法 去攻略boss 但是我現在是正常play 所以就 不會用這些旁邊左道的方法 因為我拍到攻略片 就會讓你看完整個遊戲 那個攻略面貌是怎樣的 好 接著我們就向下走 差不多可以開到 第一道short cut 的了 OK 那如果你走正規路線 你這一隊門 就要去打今集的boss 但是 暫時我還沒過到去 因為我還沒開一個隱藏位 要開了才可以通往那裡 那整個繪畫世界到底是想說什麼 那這裡直衝開了short cut 坐營火先 那你 你或者我們 玩家去經歷了整個繪畫世界 分析了裡面的item之後 你就知道 國溫到底有什麼原因要找繪畫守護者 去守護這個繪畫世界了 其實如果你有看過Gameplay 我都說了很多次 在Dark Souls 1 我們只是以Dark Souls 1來說 待會會fusion少少Dark Souls 3的東西 但其實也不多 那Dark Souls 1 叫做艾雷米亞斯的繪畫世界 它裡面所得到的很多item 都指向一個人物 那個人物呢 我之前是故意出過一段影片 去講解過這一位人物是什麼 也是一個非常神秘的角色 就是醉業女神培爾加 Velka 這個角色從來都沒有在Dark Souls裡 喂 小兄弟 這個角色從來沒有在Dark Souls裡出現過 它純粹是在物品描述 可以看到 這個角色的一些東西 那 我們暫時還沒拿到的item 那我稍後就會拿到 那 醉業女神培爾加是什麼人物呢 就是本身是一個女神 但是因為她 有些秘法和一些極度偏擊的行為 而令到 豬神是懼怕著這一位女神 OK 那這裡我會裝盾 因為下面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 那 那 這個神被眾神叛離 因為她知曉一切的秘法 她也掩護著俗世 所以她創造的秘法 是可以用來視神 所以那些神是很害怕這個Velka 也有些推斷 就是Velka做了一些禁忌的行為 令到豬神去封印她 OK 但是Velka從來都沒有在這個 Dark Souls裡出現過 純粹是一些物品描述 那 另外 今集的Boss也會告訴你 為什麼 這個奎華世界會存在 喂 不要啊 為什麼這個奎華世界會存在 阿諾爾隆德裡面 也找奎華使者守護者 其實就是很簡單 是 這個世界是用來封印一些 諸神的禁忌 那 今集的Boss 普利希拉 到底對神造成什麼 東西 而要封印她在這個華中世界裡面 Velka就說她是 叫做一個 神族的異端 所以要把它封印 那普利希拉又為什麼要把她封印在這裡呢 那因為 神族之所以可以盛世 主要因為 叫做 跟古龍打完膠之後 就創建了火的時代 那就是說 神族和龍族本來是勢不兩立的 但是 普利希拉這個存在就好像賴尿牛丸一樣 就是賴尿蝦和牛丸混在一起的存在 就是古龍和神混在一起的存在 所以她是半龍女 所以對於神族來說 這隻普利希拉是最大的禁忌 所以神族就把普利希拉封印在這個華中世界裡面 暫時說到這裡 我們已經很快來到這個船柄位 我都沒想過自己玩得這麼快 那這個也是整個華中世界的關鍵 這個聖母抱子象也是華中世界的一個重要元素 Dark Souls 3也有出現過 那這個聖母抱著那個兒子 這兩個人的身份到底是什麼 也帶來了很多傳冊 那最多人就是想 會不會就是Felka抱著普利希拉 那這些全部都是傳冊 那我自己也有一點傳冊 我們也希望可以在這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剛才說到是 除了封印這些禁忌的存在之外 也就是封印一些被遺忘者 所以那些遊魂也會走過來 總之 所有諸神懼怕的東西 諸神最不想見到的東西 就會封印了這個華中世界 但到了Dark Souls 3的華中世界 就破壞了整個我自己 其實我很不喜歡Dark Souls 3的DLC 即是畫中世界的DLC 是我極度反感的 對於Dark Souls 1 不是Dark Souls 3的那個 畫中世界DLC 因為Dark Souls 1 是有一個很明確的指引去說 到底 畫中世界是用來禁錮什麼人 例如那些籠包 即是頭掌換龍的怪物 你也會追溯到一個原因 就是對神有威脅的東西 都會混入畫中世界 但Dark Souls 3 是隨便塞一些東西 去畫中世界 但可能時至Dark Souls 3 畫中世界的用途 可能已經跟Dark Souls 1不同了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轉變 但我覺得Dark Souls 3的畫中世界 是真的搞亂了整個劇情 為什麼呢 因為Dark Souls 3的畫中世界 說到有符尼德 有艾雷德爾 這些角色 但裡面困住的東西 是很少有關培爾街的資訊 甚至是沒有 沒有怎麼說到有關Velka的東西 Dark Souls 3的畫中世界 和Dark Souls 1的畫中世界 是 差很遠的 所困住的東西 他在困住什麼呢 他在困住那個 叫做 什麼法蘭遊魂 和一些魅脅騎士 魅脅騎士 根本上在Dark Souls的歷程 還是沒有出現過 你也很難追溯到 為什麼無緣無故 Dark Souls 3的畫中世界 是去困住一些毛尼拉耕的東西 你會看到Dark Souls 1 困住那些角色是什麼呢 一些鴉人 培爾嘉的身份象徵 就是一些烏鴉 烏鴉就是代表著培爾嘉 所以 困住烏鴉 就是困住一些禁忌者 其實是 叫做 很合理的 但Dark Souls 3不是 Dark Souls 3 不知道困什麼東西 喂 不要辣啊 所以 我自己覺得 整個Dark Souls 3 是破壞了畫中世界 的用途 Dark Souls 3 畫中世界 你會看到很多東西 都好像很熟悉 但其實它有很多東西 都是 好像是純粹 讓你感受一下 感受Dark Souls 1的感覺 喂 不要啊 死什麼 嘩 快玩完數屏 就是 呃 但是我們知道Dark Souls 沉默禁令 又是Felka的一些秘法 一會兒就說 沉默禁令 沉默禁令就是Felka的秘密儀式 就是 它說明培爾嘉是通往古 往今來的秘密儀式 在諸神有相當強的影響力 也是異端分子 被示威 說到明 所以 它說到明 Felka是在眾神裡 受到排擠 也有一些牧師的裝備 我也會用 也是我 這個End Game Build 其中一個 培爾嘉聖積著的聖衣 在這裡又會找到他的聖衣 這裡我的腳 就會換這個 很辛苦 這是我終極夏娜錶 非常漂亮的 這件裝備 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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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我挺喜歡這件裝備 所以 先穿著 Dark Souls 3 我們唯一知道的 資訊是什麼呢 就是 原來Dark Souls 3告訴我們 它說世界是會不斷消滅和重生的 因為 Dark Souls 3 主要想說的是 畫中世界是不斷被燒光再重生 而因為 符尼德的存在 所以 畫中世界得以俗傳 因為 因為 符尼德 說明Dark Souls 3的符尼德 是 想 保留著畫中世界 所以 就 抑壓著畫中世界的火焰 令到 火焰 不可以燒光畫中世界 但是 裡面就有一隻鴉人 說明 為了下一個世界 就要燒光舊有的世界 來重造新的畫中世界 所以 在這裡 我們就會找到 原來畫中世界是會隨著時代而改變 所以 Dark Souls 3 可能它的畫中世界 已經有了另一種用途 也不頂 那這些 就 不得而知 全部都是斷古 好啊 大哥 我找你 兄弟 這裡我是想讓人入侵 這裡有個 好厲害的角色 可以入侵我的 OK 入侵我了嗎 兄弟 來吧 今集主要是想說故事多 好了 黃黃結蕾蜜 啊 這個角色沒什麼特別 沒什麼故事可以說 純粹去堆掉它 你看看 整天都扔它前面 你退後 怎麼退後 喂 不要不要不要 他扔邊 小兄弟 好 這樣就很容易打 火礦性都挺高 所以 嘩 變我小兄弟 再見 火礦性高都沒有了 你沒有銀性都是照死 經激元電 暗靈 黃黃結蕾蜜 我們稍後就會 拿到他的裝備 在這個Dark Souls 1裡面 也有說很多 有很多坊間 很多人推斷 普利希拉的身世 因為普利希拉 是神族和古龍 所彈下的一個產物 就是半龍女 所以就一路被國溫 他們視為一個二端 就把他們封印在這個地方 然後普利希拉的身世 最多人猜的就是 Felka Cross Over 白龍 兩人生出來的半龍女 因為 在 這個石像 大家都很多人推斷 這個石像就是Felka 抱著普利希拉 但是其實沒有實質證據顯示 到底兩者是否有關係 所以 我這裡也不能夠妄下定論 我純粹覺得 兩個都是禁忌的存在 所以才把他們 混在同一個地方 而 我覺得Felka 是沒有可能和白龍希斯 生 女兒出來 我覺得有點牽強 這些推斷 那我反而就有 另一個推斷 就是說 就是說 會不會 其實 普利希拉的身世 是太陽長男和另一條古龍 生出來的一個 角色呢 你明不明白為什麼我這樣想 因為 在Dark Souls 3裡面 他說過 無名王者 因為一些愚昧的行為 而被驅逐出神的行為 而無名王者 他在 那個叫做 古龍之頂出現 就和古龍做同盟 騎著風暴龍 去渡過他的餘生 那就是說 神族裡面 和古龍最密切 最有密切關係的角色 就是太陽長男 所以我自己推斷就是 會不會 因為太陽長男在屠殺古龍的期間 和其中一位古龍發生了一些感情 所以 他才要去 背叛神族 然後 激到葛溫紮紮跳 而令到他在神族被除名 然後就拆掉所有太陽祭壇呢 我覺得 這一個是最有可能性的 那這些其實都是一些 幻想出來的虛構的劇情 我自己老保 那 那 絕對不會是一個準確的故事 但是我覺得這些推斷也是一些非常有趣的東西 那因為 我覺得 Felka 是沒什麼可能 生普利希拉 還要選白龍希斯 那 那 就是因為他覺得 啊 那麼多位古龍裡面 唯一最大可能 因為我只見過白龍希斯 所以呢 最大機會就是跟白龍希斯 因為我沒有見過其他龍的存在 可能就是這樣想 嘩 不要緊 喂 師兄弟 沒有啊 沒有啊 所以 Felka 沒什麼可能 這個聖母抱子象 就是剛才那個 其實都是有些不解之物 另外有人推斷就是 最大推斷就是 推斷 會不會抱著 因為呢 抱著蘇哈那個 呃 秀女呢 那個聖母呢 那個比例都有點大 所以會不會是 葛衛艾美亞 生了呢 生了這個 普利希拉出來呢 因為 葛衛艾美亞叫做 萬物之母 什麼都生的 所有東西都是她孕育出來的 說到好像是 那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推斷其實 也是很牽強的 不過我也純粹跟大家說回 坊間是有些人這樣 這樣估 普利希拉的身世 但是 根據現存的物品療術呢 是根本推斷不到的 所以 純粹是得個G字 好了 我們正式進去 這個就是半龍女 普利希拉 你看到她的身形 真是神族的身形 而 她是由古龍所溝出來的產物 所以呢 她有尾 那個頭 也是有古龍的尾 之類的 名字 誰是誰 我們我們 不是 你是我們 如果 你們要走到這個世界 就走到這頓 然後趁快回家 如果 你找我 你 可以 找我 就是 我 你 這裏普利希對你都算友善 純粹是想你不要打擾畫中世界的人 叫你希望如果你走錯路就現在好掉頭走之類的 但一場來到沒理由不搞他 其實他只是一個和善的角色 也知道自己的命運是禁忌的存在 所以他也接受了命運在畫中世界好好地自己生活 但沒辦法了 內在潛力 他是可以被斷尾的 所以這裡可以燒火燒後欄 燒他的尾 燒他的尾 他會忍生的 忍生也是最麻煩 這裡要看一看腳印 去一去有雪地的地方 剛才他對我一下 然後燒後欄 燒後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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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尾 OK 補你希拉段劍 再見 拜拜 打得太快 不好意思 因為 隱然烈火 是非常之厲害的奏術 再加上我用了內在潛力去提升自己的傷害 基本上 其實以打後攻略的BOSS 你也看我好像打小兵一樣 再加上我這次真的不是用黃道武器 哈拉救魔劍也是很普通的武器 給大家看看這個普利希拉段劍 就是有獵殺生命的力量之類 封印在艾雷米亞斯的禁忌 搬龍普利希拉的武器 其實他的描述是非常之小 根本沒有說過普利希拉是由誰所生的 純白半龍 普利希拉的靈魂 大家就會斟酌在這方面說 普利希拉是白色的 白龍希斯也是白色的 所以他爸爸最大可能就是白龍希斯 這樣 但是問題是 我們在整個Dark Souls裡面 古龍絕種 我們只看到白龍希斯一條古龍 所以 我們怎麼知道他爸爸到底是誰 因為他斷古 每個都是 好 暫時是這樣 那這裡 咦? 哎呀 不是有 王傑那套裝嗎? 我忘了拿 這裡 臨出去是有王傑那套裝 大家如果想拿就拿 那這裡 其實整個畫中世界是非常之短的 那這裡也都攻略完了 我們回歸呢 去 做另一件事 揭開 王城的真面目 OK 反回骨片 阿洛彥隆德 你看到後面的畫中世界 古家使者已經復活了 那不要管了 整個古家世界也是非常之短 還有都比較容易玩的地方 那其實 說到尾 我也是想說 其實 Dark Souls 3 那個DLC 是破壞了整個 Dark Souls 1畫中世界的東西 因為當初我覺得 其實如果 Dark Souls 3 DLC 畫中世界是可以 把 Dark Souls 1的畫中世界的 不解之謎 解釋出來 給大家聽 那我就會覺得 他的DLC做得很好 那但是 不是的 他整個 Dark Souls 3的DLC 是把 那些謎 做得更加謎 是沒有解釋過任何劇情 所以我就很不喜歡 Dark Souls 3的DLC 1 純粹是 讓你感受一下 Dark Souls 1的 一些 已知的事物 原來 又是 那些叫做什麼 打這個 懷舊牌 就是讓你感受一下 有Dark Souls 1的感覺 在裡面這樣 但是我覺得 你在劇本上 也要解釋一下 但是他又沒有 那這就算了 我們快放上去 太陽 掌女的地方 好 這麼快回來 太陽掌女的營火 那我們 聽到多少靈魂 先升一升 25血 OK 大幅 大幅大升 我的血量 終於都升到 53層 之後應該就 可以狂升 敏捷 來 令到我們的攻擊力 升得更加高 但其實持久力 都 我想都要升到 30層 左右 OK 那 那 這就說回 黃城裡面 我們在黃銅防火裡 那裡 都有 那個人都說到明 其實這個黃城 是眾神已經離去了 那為什麼這個葛維艾薇 還在這個地方出現呢 我們試探一下 到底這個艾薇 到底是真還是假的 燒 喔 原來一燒就熟 原來假的 那些藍色是假的 那些藍色是假的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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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永囚阿樂而龍得之夜 真 好 這個就是阿諾爾隆德之爺 原來整個皇城的賴都是假的 原來的賴是假的 原來皇城這些太陽照耀 非常之和愛可親的太陽公主 所有東西都不是真實的 只是幻象做出來 而唯一一隻在這裡的神 就是剛才跟我們對話的那位神 就是傳說中的暗影太陽 葛溫德林 也是暗月之劍的主神 OK 喂 再來 OK 好 混沌大火彈 好 兩隻好嗎 好 再見 這班人 這隻很明顯就是什麼騎士 剛才那兩隻 一隻是巴尼斯騎士 另一隻是巴勒德爾騎士 為什麼他會在這裡和我打呢 其實很簡單 他是暗影太陽的手下 就是信奉了暗月之劍 誓死要守護著阿諾爾隆德的人 即是有些人是拜幻象論 即是就算眾神離去了 有些人都會繼續支持著神族 是非常愚笨的一個行為 例如我們現在眼前這一隻 這是什麼水啊 就是黃銅防火女 我給你一點時間 竟然想和神對抗 狂妄自大 那原來 你看到他現在附魔那一刻 就是傳說中的 叫做暗月 嘩 什麼 叫做什麼 叫做什麼 這招叫什麼 暗月之劍 第三刀死 再見 不好意思 這個女子很危險 拿著葛溫德納 防火女的靈魂 是火女的靈魂 不好意思 是火女 OK 是火女 那你會看到 啊 原來整個阿諾爾隆德 真面目就是這樣 然後那些人就會蠢 到又會加入暗月之劍 誓死守護著這個 原來神一早已經換變了 離開了的地方 那剩下的就是這個 國溫德納 也是國溫的幼子 其實這個國溫德納的身世 也都是 叫做 都幾 幾多猜想 這樣呢 其實我這裡是玩漏了一個誓約的 如果你去到地下墓地 即是去三鐵家族那邊 拿了這個暗月師祭戒指 再過來帶起那隻暗月師祭戒指 你可以直接去近見這個國溫德納 然後去找他去玩一個誓約 就是玩暗月之劍 即是你加入暗月之劍一起玩都可以 但是我沒有這樣做 因為我順路就來破解幻象 所以就 這裡沒得玩那個暗月的誓約了 那這裡本身呢 我上一集來到這裡 我就有說過這個營火就叫做暗月靈廟 那時候還有幻象的時候 我們眼前這個地方是國溫的石像 那條路是封了的 當我們識破了幻象之後 我們就會看到 太陽的幼子 原來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暗月靈廟 我們是瘋狂侵犯神族的 你看到他 那種說話的聲音 是完全感覺到他有多痛恨我們 又侵犯完公主 現在還想要侵犯大王的帽子 喂 閃 哎 忘記了 這些呢 小光球就可以不理他 大光球就要閃 好 內在潛力 那這些可以閃 這些可以閃 這個又要閃 這個又要閃 我等他射箭而已 你看到呢 有沒有留意他的腳是蛇來的 有沒有留意到 你會不會死啊 哎呀 差一下 不好意思啊 那怎樣可以 發揮最大輸出呢 就是趁 對 這一招 趁過Wonderland 射箭這一下 他是沒辦法走路的 如果他放魔法 你走到近他 就很容易走路 好 射箭 這個地方就最容易輸出了 很容易避 左右避 然後就打 再見 你看到他的腳全部都是蛇 蛇呢 其實就是龍的退化 在Dark Souls的世界 蛇是代表龍的退化 那就是說 其實Wonderland 和龍族其實都有一點關係 所以他的身世也有很多不介之迷 因為其實Wonderland 你聽他的聲音和形態上 他也是一個女性 至少被神族當是女性 撫養成人 但其實他真實身份是有渣的妖魔 其實他是一個男人 那在Dark Souls3的這個地方 就會拿到一隻變性的戒指 也是在諷刺著各Wonderland的身世 那這裡有一個陽光之劍 陽光之劍其實這個奇蹟就是 在說太陽長男的奇蹟 就是太陽長男留下缺別的話語 遭神放逐的他所留下缺別的話語 本身這一招就是太陽長男用的招式 OK 我們再來這裡 先開 黃銅的裝備 這裡也引證我剛才說的 哈維爾那個 那個 叫做 證據 就是 我在外面打完 那一隻 黃銅的防火女 那為什麼我過來這裡 才找到黃銅的裝甲呢 其實這些是Dark Souls的通病 他的裝備永遠不會在他的身上跌 所以你不能用這件事來代表哈維爾 就是一個組織 我覺得就不成立 那這裡黃銅的裝甲也說明 他就是暗月裡騎士 是信奉著這個 這個 郭溫德林做這個 他效忠的神 所以也有人就算 連這個幻象 你知道了這個幻象之後 你都仍然誓死追隨著這些神 那到底這些神 值不值得我們去追隨呢 那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 你應不應該做他們的讀人 那另外這裡我都想 去說回Dark Souls 3的一些事情 就是Dark Souls 3 有一個角色叫做安妮 他就會在這裡和我們進行一個結婚的儀式 如果你有玩到她的NPC劇情的話 那安妮也是一隻變性的角色 就是 都是拿來去懷念一下Dark Souls 1的元素 那因為郭溫德林是一個男人 但是就當是女人 那樣撫養成人 那安妮呢 也是一個角色 是非常之特別的存在 如果我們用男人 安妮就是女人 如果我們是女人 安妮就是男人 然後我們在這裡和安妮結婚 在Dark Souls 3的右手邊 這個位置 就會拿到一隻戒指 可以讓自己變成 那這些也是Dark Souls 1和Dark Souls 3之間的 一個比較有趣的地方 那今集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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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